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到处玩 到处玩 她在小孩非常孝顺 真的孝顺不了 小的今天大学比赛工程 就讲了 婆婆拿第一个月的工程 就开始在家做好事 做红娘 哦 红娘 我懂了 现在对我来讲 就说还蛮忙的 这天呢 忙的还蛮开心的 晚上呢我就跟她们讲对不起 8点以后不要打电话了 我要休息了 所以我现在上面的朋友很多 确实 那奶奶一天也不无聊 因为有手机 有这个网纜 好多信息 它全都是红点 很多都是 做红娘的朋友 特别喜欢别人介绍对象 特别喜欢别人介绍对象 不管怎么样 成功不成功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主要是欠些做好事 说放弃 我们也提过无数次放弃 但是我们放弃 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单位的问题 一定是这份工作给我们的压力比较大 压力主要是在源于 一些政府指标考核 一些外在的压力 但是之所以让我在这个行业待这么久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爱德 是一个很包容 很有爱的一个团队 包括我整个团队的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都年龄一样大嘛 相处时间也比较长也很融洽 所以还是很舍不得我的同事 包括我们单位的这种氛围 包括我相处8年多 我介绍到了老年群体 所以可能基于这些原因 让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什么 我有的时候 这份工作其实做的时间不长 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 怎么说呢 找不到一点意义 但是你坐着坐着 你就会发现包括 服务老人的过程中 和老人相处的过程中 我就会觉得这种工作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觉得累吧 我觉得每天都很累 但是我累 我并不觉得就是 坚持不下去的累 就累 就怎么说来着 痛病快乐着 有满足感的累 满足感的累 对 总觉得很好